10月29日由美中当代艺术研究会 美国金鼎基金会 美国当代艺术画廊联合主办的 美国加州当代艺术研究会书画作品展 在圣盖博西尔顿酒店成功举行 加州参议员豪尔南德兹的代表 Janet Chen 道会祝贺 并向参展书画家颁发荣誉证书 洛杉矶的书画爱好者和各界人士 近200人参加了本次活动 我们每一个画家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 有自己的特点 融进他的生活去表达 通过形象的绘画去表达一种故事 大家这次展览是应王老师的邀请 我个人其实是学历史 然后在Berkeley念人类学系的 那我现在是做business 但是我业余时间对这个书法绘画 特别感兴趣 所以我也把我的竹 不能说杰作 是竹作也拿来了十几幅来参展 那我主要是画这个国画 山水画 水墨画 最主要是我自己画的时候 我基本上是学会用笔 用水怎么对 然后把水墨的特点画出来 所以我画了很多水箱的画 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下 前来祝贺和参加活动的嘉宾有 82岁高龄的资深牡丹王画家宋家珍 美国华人华侨联谊会主席马树荣 美国中国美术馆馆长朱俊英 辽宁总商会会长任成勇 东北总商会会长王长盛 美国贵州商会执行会长彭彭 北美华文作家协会创会会长彭丹 澳门总商会会长古董鉴赏家薛虎 大洛杉矶旅馆协会会长汤梅英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陕西会会长马晓琳 著名平面设计师黄芳球等 参加本次书画展的 有七位洛杉矶著名的书画家 他们大都来自中国 有长期生活在美国 吸取了西方绘画艺术的精髓 在绘画风格上展现了中西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 七位画家同属美中当代艺术研究会 本次画展也是他们长期艺术切磋和研修的结晶 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主席彭南林 虽不是专业画家 有着考古专业背景的他 加之深厚的文学功底 让他的绘画既有中国画的韵味 又有西方绘画的风情 而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职业画家王敏 则早已飞升中外 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发自洛杉矶 盛盖博士的采访报道